你是不是一个多肉植物的铁杆粉? 你是不是想让你的肉肉变得更美丽,更耐旱,更抗病虫,甚至还能开出花来?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一定要看完这篇文章。 因为今天,我就要告诉你多肉植物的虐肉秘籍,教你如何用三招让你的肉肉美到爆。 什么?你没听错,虐肉就是故意给肉肉创造一些恶劣的生存条件, 让它们经受考验,激发它们的潜能,从而变得更加美丽。 这听起来有点残忍,但其实是一种科学而且艰苦的锻炼方法。 就像人类要去健身房锻炼身体一样,肉肉也需要经过一些特殊的训练,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 那么,如何虐肉呢?虐肉有三大法宝,强日照,大温差和低供水。 这三项训练都可以让肉肉产生一种叫花青素的物质。 花青素是一种天然的色素,可以给植物提供保护和美化的作用。 花青素可以让植物抵御紫外线、寒冷、干旱等压力,并且可以让植物呈现出各种鲜艳的颜色。 花青素还可以促进植物开花和结实。 那么,具体怎么做呢? 下面,我就来为你详细介绍一下这三项训练的原理和方法。 让你的肉肉美到爆。 一,强日照。 强日照是指给肉肉提供充足而且强烈的阳光,让它们处于光照过亮的状态下。 这样,肉肉为了抵挡过亮的阳光,避免受到阳光伤害,就会合成花青素来遮挡阳光。 这就是肉肉上色的原理。 强日照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它可以让肉肉呈现出各种美丽的颜色,比如红色、紫色、粉色、橙色等等。 这些颜色不仅让肉肉看起来更加鲜艳,还可以增加它们的观赏性和观赏价值。 有些肉肉在强日照下,还会出现一些特殊的花纹或斑点,比如星星点点、水晶斑、虎纹等等。 这些都是强日照的功劳。 强日照训练的要点和效果。 强日照可以让肉肉合成花青素来遮挡阳光,从而上色。 强日照可以让肉肉呈现出各种种鲜艳的颜色和特殊的花纹或斑点。 强日照需要控制好气温,选择合适的品种,逐步增加阳光时间和强度和。 强日照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肉肉放在一个阳光充足, 而且没有遮挡的地方,让它们尽情地享受阳光。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最高气温必须是可控的。 如果气温过高,那么肉肉就可能被晒伤或者被烤糊掉。 所以,我们虐肉时要避开夏季,因为夏季的气温很容易失控。 最适合虐肉的季节是春秋两季,因为这两个季节的气温比较适中,而且阳光也很充足。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肉肉都能够承受强日照的训练。 有些肉肉对阳光比较敏感,如果给它们过多的阳光,就会导致它们叶片变黄或者褪色。 所以,在给肉肉进行强日照训练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它们的品种和特性,选择一些对阳光需求比较高,而且耐晒的品种。 比如说,景天科,大脊科,翻信科,仙人掌科等等。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给肉肉进行强日照训练之前,我们要先让它们适应一下阳光。 如果一开始就给它们太多的阳光,它们可能会因为不适应而受到伤害。 所以,我们要先从阴凉处慢慢地移动到阳光处,每天增加一点点阳光时间和强度,让它们逐渐适应阳光。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具体要根据不同品种和环境而定。 小贴士,你知道吗? 有些肉肉在强日照下会变得更加香甜和美味。 比如说,翻信科的龙舌兰,仙人掌科的仙人球等等。 这些肉肉不仅可以观赏,还可以食用。 当然,食用之前,要确保它们没有被喷过农药或者添加过化学物质哦。 2. 大温差 大温差是指给肉肉提供一个白天和夜晚的温差比较大的环境,让它们在温度变化中产生应激反应,从而合成花青素。 大温差对于锻炼出漂亮的肉肉有两个重要的作用。 一个是大温差可以帮助我们人为地分解掉一部分的叶绿素。 失去绿色可以让肉肉的颜色看起来更鲜艳。 叶绿素是一种比较脆弱的物质。 我们炒青菜的时候,如果火候掌握不好,炒出来的青菜就会不滤。 这就是植物中的叶绿素被大量破坏造成的。 另一个原因,是肉肉中的大多数品种景天酸代谢的方法来吸收二氧化碳。 夜间的低气温和白天的高气温更利于景天酸代谢的进行。 夜间低温可以让多肉更好地吸收二氧化碳,但同时又不会消耗很多能量。 这可以让肉肉生长得更加茁壮。 大温差训练的要点和效果。 大温差可以让肉肉肉分解掉一部分叶绿素和进行景天酸代谢,从而上色。 大温差可以让肉肉呈现出更加加丰富和多变的颜色和特殊的效果。 大温差需要控制好气温,选择合适的品种,逐步增加温差温。 大温差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把肉肉放在一个白天和夜晚的温度差比较大的地方, 让它们在温度变化中产生应激反应。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最低气温不能过低。 如果气温过低,那么肉肉就可能被冻伤或者冻死。 所以,我们虐肉时要避开冬季,因为冬季的气温很容易过低。 最适合虐肉的季节是春秋两季,因为这两个季节的气温比较适中, 而且温差也比较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肉肉都能够承受大温差的训练。 有些肉肉对温度比较敏感,如果给它们过大的温差, 就会导致它们叶片变软或者脱水。 所以,在给肉肉进行大温差训练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它们的品种和特性, 选择一些对温度需求比较低,而且耐寒的品种。 比如说,颈天科,翻信科,仙人掌科等等。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给肉肉进行大温差训练之前, 我们要先让它们适应一下温度。 如果一开始就给它们太大的温差, 它们可能会因为不适应而受到伤害。 所以,我们要先从温差较小的地方, 慢慢地移动到温差较大的地方, 每天增加一点点温差,让它们逐渐适应温度。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 具体要根据不同品种和环境而定。 小贴士,你知道吗? 有些肉肉在大温差下会变得更加香气四溢。 比如说,颈天科的玫瑰花,仙人掌科的月亮花等等。 这些肉肉不仅可以观赏, 还可以闻香。 当然,闻香之前要确保它们没有被喷过农药, 或者添加过化学物质哦。 三,低供水。 低供水是指给肉肉提供最低限度的水分, 让它们处于缺水的状态下。 这样,肉肉为了保持水分平衡, 避免受到缺水的伤害, 就会储存更多的水分。 这就是肉肉塑形的原理。 低供水的好处是很多的, 它可以让肉肉变得更加紧实和结实。 比如圆润、饱满、硬挺等等。 这些特征不仅让肉肉看起来更加健康和有活力, 还可以增加它们的耐旱性和抗病虫性。 有些肉肉在低供水下, 还会出现一些特殊的形态或者纹理, 比如皱纹、褶皱、凸起等等。 这些都是低供水的功劳。 低供水训练的要点和效果。 低供水可以让肉肉肉储存更多的水分来保持水分平衡, 从而塑形。 低供水可以让肉肉变得更加紧实和结实实, 并且出现一些特殊的形态或者纹理。 低供水需要控制好浇水的时间和量。 选择合适的品种, 逐步减少浇水的量和次数和。 低供水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给肉肉少量而且不频繁的浇水, 让它们处于缺水的状态下。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 那就是不能断水。 如果断水, 那么肉肉就可能被干死或者萎缩掉。 所以,我们虐肉时, 要掌握好浇水的时间和量, 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肉肉都能够承受低供水的训练。 有些肉肉对水分比较敏感, 如果给它们过少的水分, 就会导致它们叶片变干或者脱落。 所以, 在给肉肉进行低供水训练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它们的品种和特性, 选择一些对水分需求比较低, 而且耐旱的品种, 比如说, 景天科, 仙人掌科, 翻信科等等。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在给肉肉进行低供水训练之前, 我们要先让它们适应一下水分。 如果一开始就给它们太少的水分, 它们可能会因为不适应而受到伤害。 所以, 我们要先从浇水较多的地方, 慢慢地移动到浇水较少的地方, 每次减少一点点浇水的量和次数, 让它们逐渐适应水分。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 具体要根据不同品种和环境而定。 小贴士, 你知道吗? 有些肉肉在低供水下, 会变得更加美味和营养。 比如说, 仙人掌科的仙人掌果, 翻信科的翻信果等等。 这些肉肉不仅可以观赏, 还可以食用。 当然, 食用之前, 要确保它们没有被喷过农药, 或者添加过化学物质哦。 以上就是我为你介绍的 多肉植物的虐肉秘籍。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想让你的肉肉美到棒, 那么赶快试试吧。 但是记住, 在虐肉时, 要注意控制好温度、 湿度、 光照、 通风等因素, 避免造成过度的伤害。 同时, 也要注意观察, 肉肉的反应和变化, 及时调整训练计划和强度。 虐肉是一种高强度的训练, 需要我们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有所应对。 我们要像一个负责任的教练一样, 给肉肉提供最合适的指导和帮助。 如果你对虐肉有什么疑问或者心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力回答你。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 也请给我一个赞或者分享, 让更多的人知道虐肉的好处和方法。 谢谢你的阅读和支持。 这就是我为你介绍的多肉植物的虐肉秘籍, 希望你能喜欢并且有所收获。 在这里, 你可以找到更多关于多肉植物的知识, 技巧, 故事和趣闻。 让我们一起来爱护和欣赏这些美丽的生命吧。 感谢观看